實在就是 SUM 那我們現在就來認識這部FX到底有哪些特色 因為如果講說以第二代的小白款的FX來說 它的水箱護罩 其實面積是變得更廣的 讓整體的質感有做了很大的提升 而且加上它的不規則形狀的頭頂柱 其實讓整體的感覺品質加分加滿多的 其實這樣看起來是滿有型的 然後在這系列之上它加了非常多鍍鉻的四條 包括它車側兩旁的導風桶 這個導風桶除了美觀的效果以外 其實它還有能加注降低引擎內的工作問題 因為它的兩側會有空跑進去 那當然引導氣流進去 不過其實它的氣壓能壓提前走的下降度 讓整體的車載高速性設數更大更大的穩定 好 那我們大家只能買 東方你看 它的車窗全部都是使用 渡客的材質 安法 花的車群 好 阿翔提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它這台車在標配的版本上 它就是選配21吋的鋁拳 硬盒的鋁拳 對 那其實以這個大腳在高速性質 或者說我們今天是 比較熱情的鋁拳 的那個 情況之下 它的抓地上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再配上它的馬鈴 其實 這樣的搭配是非常有準的搭配 那我們 來照一下後面 因為如果假如說以這一車系啊 它全車系就是 標配了電動尾門的功能 如果假如說以 阿翔的 自己的個性 如果假如說以電動 我們這一點是蠻辛苦的 給我五百歲 會比較爛 所以 電動尾門這一點 其實應該會幫助到蠻多多 駕駛的 駕駛的 這個方式 就是會比較貼心的設計 那 我們帶到那個 電動尾門 阿翔發動囉 是不是 它那個 發起來的那個叫的感覺 是不是感覺就是 很飽滿 就是 動靜接引 它隨時可以 讓你長的目標就變成超級 那 有一個重點 因為它其實 在第一代的時候 它本來就是有環境的功能 那只是說在第二代之後 它其實 全部的介面都已經改成中文化的介面 所以讓操作者其實 在使用的情況之上 會覺得操作是變得比較好操作 因為以前都是英文介面 變成說其實我們 對單字 英文比較不配 在搜索的時候 比較不配 然後 加上 駕駛座這邊還有 機器座椅 兩套機器座椅的功能 包括 電冷熱椅 是 駕駛座跟 副駕駛座都有 所以這台車在 不管是性能方面 還是 主背動安全方面 其實它都非常欺權 因為這台車它的標配就是發的太年輕 所以可能今天我在操作這台車的時候 其實 萬一啦 真的有發生任何事的話 其實這台車的 其實會讓你放心的 把自己交給它 好那 接下來待會兒阿翔會帶大家去試駕 我們去繞一下 感受一下這台車的感覺 那 這部影片就寫到這邊了 謝謝 謝謝